两声枪响划破台北看守所宁静夜空 发布过一日愚人节这天再度执行死刑 被枪决的就是狠心烧死自己六名亲人的死囚 欧仁贤 他在晚间8点38分被枪决伏法 欧仁贤在家里七个手足中 排行倒腰 长期认为父母偏袒兄长 家人也都轻视他 让他心生不满 2016年的除夕夜 他趁16名亲友齐聚家中 围炉吃年夜饭时 泼洒汽油并点火 导致父母看护和凶嫂等六人死亡 另外五人受伤 而他犯后没有半点回忆 每次出庭也都扣出狂言 没有急上诉 是希望赶快确定吗 这是欠佳的一个道歉 他带多了吗 他你为什么每次都都不耐着啊 下次付我采访会带过包 我失戏的父亲母亲 儿子女儿 我两个无足的小孩子 然后当他实习医师 但是在回家年夜饭的时候 他处心居立设计了很久 想要一网打尽 天下会怎么有这么狠的 这个是我的兄弟 汉史群 我会觉得有点难过 但是对这些死去的人 总是一个交代 亲人和死者家属 祈求法院判死刑 法院鉴定则认为 翁仁贤犯案时神智清楚 却以无差别的方式 婆弃由纵果杀亲友 手段残忍毒辣 再叫化的可能性也极低 因此一审到最高院 都认为他恶性重大 依杀害直系写清尊亲署等罪 重判他死刑定验 某人嫌在今天强绝复发